好来看第九节 违约责任 大家看这一节 我直接画了三颗星 因为这一节非常重要 我们说过第四章 像合同这一章 派会出案例题的 案例题的大户 在案例题当中 一般都是一个合同 然后买卖合同 融入租赁合同等等 那么一般双方是从美好开始 最终以不可收拾 违约结束的 那么违约责任 就是案例题当中的大户了 重要考点 我们现在看 违约责任的概述 它指合同当事人 因违反合同义务 应当承担的责任 那看违反是合同义务 它不是侵权责任 侵权是基于侵权 而应该承担的 这是不一样的 它的特点 一当事人之间 好存在有效合同为前提 如果当事人之间 根本没有建立合同关系 或者合同无效 就不存在违约责任了 第二 违约责任 是因为当事人 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不按照 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而产生的责任 比如说 我迈给老高一批钢材 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 交付钢材 交晚了 或者交付的钢材 不合格 不适当履约 而应当负担的 相反 如果双方都完美的履约了 也就不存在违约责任 第三 违约责任具有相对性 只能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 我们在之前合同的相对性 已经介绍过这一点了 责任的相对性 简单了解就可以 我要大家看 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这些承担方式 就是我们的重要考点了 看第一个 继续履行 也称为叫实际履行 是指 当事一方 不履行合同 首约方可以请求 法院或仲裁机构 强制违约方 实际履行合同义务 各位比如说 我要将我的房子 卖给高志谦老师 后来 因为房屋价格上涨 我不愿意卖给他了 我拒绝按照合同 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老高起诉 反而判决刘安琦继续履行 应该按照约定 继续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 这点强制履行了 各位强劲履行 我们分两大类 一金钱债务 二非金钱债务 当时一方 没有支付价款 报酬租金等等的 或者不履行 其他金钱债务的 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 各位所以说 所有的金钱债务 都是适用继续履行的 金钱债务 是不存在履行不能问题的 因为我们说 钱货币特殊动产 特别标准化 没有差异的 OK 所以这里 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 都可以要求继续履行 相反 非金钱债务 则不同 我们说 非金钱债务 如果一方不履行 或者履行不合约定 对方可以请求继续履行 但是 有例外的 以下非金钱债务 他就不能继续履行 第一 法律或者事实上 不能履行的 各位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房屋 交付给高知见老师 或者及时办理过户登记呢 因为啊 这个房屋 好 因为地震被毁了 没了 事实上也不能了 或者房子被我一物二卖 已经卖给金钱老师 金钱老师是善意的 而且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 那此时隐归金钱 不可能再给老高了呀 这是法律 或者事实不能履行 第二 债务的标的 不适于强制履行 所以履行费用过高的 比如和老高签个合同 老高给我十万块钱 我给老高讲一遍 住块的经济法 老高钱给我了 但安琪老师 突然不喜欢老高 一见他就恶心 那此时 他要法院起诉 刘安琪必须面对面 给他讲完经济法 不可能 法院不能强人所难 逼我非得面对 我不喜欢的人 这是做不到的 像这种老物 就不适于强制履行 第三 债权在合理期内 没有请求的 这是我们讲 非金钱债务 三种履行不能 就不能强制执行 不能请求继续履行 OK 所以各位 这页记住了 金钱之债都可以继续履行 而非金钱债务 有些是不能继续履行的 第二 采取补救措施 当事人履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对违约责任 没约定 约定不明的 依照法律规定 仍然不能确定的 受害方 根据标题性质 及损失大小 可以请求对方承担 修理 重做 更换 退货 减少价款 或者报酬等 违约责任 给我们真提的案例 就曾这么考过 卖方 卖给买方 一批医疗 仪器 十个 十个当中 有三个坏的 那买方 能否请求卖方 予以修理呢 可以 能否请求卖方 予以更换 更换三个好的呢 可以 能否要求 好 卖方减少价款呢 可以 没错 这么典型的 修理 重做 更换 退货 减少价款 或者报酬 各位这里啊 你只要把那个 通情达理的 一般人的角色 带入其中 如果对方 卖给你的东西 不合格 你想不想要求对方 修理 更换 重做 退货 减少价款 如果你得想 你通行哪里 这个感觉就是 对的 好 这叫采取补救措施 各位最最重要是 第三个 损害 赔偿 你看 我写了案例题 大户 当然是一方 不履行义务 或履业不符合约定的 那么在履行义务 或采取补救措施之后啊 对方 还有损失的 应当赔偿 损失 没错 各位 比如最典型的 你卖给我一个零部件 零部件本身不合格 我把零部件 用在我的机器上 把机器给弄坏了 你看 你此时 哪怕给我换个好的零部件 机器坏了 还有其他损失呢 各位 比如说 你卖给我一个雨棚 这个雨棚是专门盖货的 防止被雨淋湿 就雨棚漏水 你把雨棚上冻给我补了 但是雨棚漏水 把货给弄坏了 你该赔我其他损失呀 没错 这么说的损害 赔偿 说来看 赔偿 损失 这个损失赔偿额 相当于违约造成的损失 它包括 合同履行后 可以获得的利益 也是算的 所以各位你看 既包括遭受的实际损失 也包括 预期可得的利益 但预期可得利益 要求具有一定确定性 不能超过 违约一方 定例合同时 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 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OK 各位这说起来很玄乎 我们看下面具体这几个案例 问 以下是否属于这里的 好 赔偿损失的范围 一个 就我说的 你卖给我一个零部件不合格 零部件按上之后 把机器给弄坏了 机器的损失 算不算在那呢 算的 这就是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第二 A卖给B原材料 约定价格10万元 因为A没有及时向B交付 A对B违约了 B又着急用 约B从C处 又另购了这批原材料 OK 但是此时价格已经涨上来了 或者C开价是20万 那请问 这个10万和20万的价差部分 在不在这个赔偿损失范围内呢 在的 因为 如果A向B即时履约 那么B的成本10万 因为你违约 所以造成B多支付的部分 也是B的损失啊 看第三个 A卖给B一批原材料 价格10万 B此时啊 好 在和A签合同时 已经和C签了合同 B打算当个中间商 从A这里进货 然后20万卖给C 因为A没有及时向B交货 所以B也没有向C交货 而B和C的合同中 约定了违约金 5万 B因为没有向C履约 所以B向C承担的违约金 5万 请问 B向C承担违约金 是不是在赔付范围内呢 我认为是的 这就是A违约造成的 B的额外的损失啊 那请问 B此时少赚的10万 再不在赔付范围内 什么叫少赚的10万 如果A卖给B B就能顺利卖给C 中间有价差10万 B是能赚到的 我们讲 这少赚的10万 也是在赔付范围内的 这就是合同履行后 可以获得的利益 各位 这里我再延伸一问啊 各位 比如说 现在A和B签订了一个 原材料买卖合同 约定价格是10万 卖的什么呢 涅 各位 你知道俄乌战争当中 有种金属叫涅 因为俄罗斯是主要产能国 现在它被制裁 不能去供应了 所以涅的价格暴涨 A卖给B这批货 一开始价格还没涨到 有10万 然后A对B违约了 没有及时交付 B说了 A应该赔我损失 损失怎么算呢 假设你交给我 又赶上俄乌战争 涅的价格暴涨 这批货的价格能涨到 好 1000万 是当时想都不该想的 所以你现在应该赔我1000万的 这个旅行货 我可以获得的利益 法院支持吗 法院不支持 因为这个 因为俄乌战争导致涅的价格暴涨 就超过了A这个违约方 定理的合同可以预见的一个利益了 没错 超出范围 这么讲的赔偿损失 既包括实际损失 也包括履行可得的利益 好 往下来看 过失相抵规则 当然是因一方违约 造成对方损失 而对方对损失的发生 或者扩大 也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 好 应当相应的减少损失的赔偿额 所以各位你看这什么意思 这个大元是损失 这个损失当中 有一部分是对方违约造成的 一部分是我自己过错造成的 所以损失当中 好 让对方赔的应该减少一部分 就这个意思了 好 往下看 当时一方违约之后 对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损失的扩大 各位 这叫守约方的减损义务 守约方是有减损义务的 没错 若没有采取适当措施 导致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请求赔偿 各位 就拿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来说 现在我们说 A卖给B一批货物 比如说是原材料 OK A没有及时交货 而B对这批原材料又是急需的 B应该立即马上找到别的原材料供应商 去谈判 从别处去买原材料 比如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那么他从C那里买到了 但C的价格比A更高 这个差价 A是该赔的 当然各位 B看A违约了 也不慌不忙 我等着 凡是你造成的 然后最近这个原材料价格又在飙涨当中 B过了两个月 才去找到C买了同样的原材料 但是此时价格比过去涨得太多了 我们认为 此时你就没有采取措施 防止损失的扩大 没错 你自己对损失扩大 损失发生也有过错 所以此时应该相应的去减少对方的赔偿金额 对于扩大的损失 对方是不该赔的 那么或者另外一个例子 我从别人那里买了一个雨棚 然后遮风挡雨 盖货用的 各位 后来我发现 上面有漏洞 发现有漏洞的时候 这个雨水已经渗到货当中了 但是不是很多 此时我自己应该采取措施 先把这个洞 是不是找别的东西给盖上 放成进步漏水了 我想随便 反正你那边有洞 你导致损失 货都损了 你也是你赔 我就没有采取任何的减损措施 那么对于扩大部分 对方是不赔的 所以我们讲 守约方有减损的义务 没有履行 不得就扩大损失请求赔偿 如果你采取减损措施 而支出合理费用了 对方负担 这是过失相抵规则 比较简单 来看 下一种违约责任叫 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是当事人 事先在合同中约定 或者法律规定 一方当事人违约时 应当向对方支付 一定数的货币 所以各位你看 就直接给对方应的钱 叫违约金 通常见的比如说 我卖给老高一批刚才约定 5月1号交货 如果5月1号没交货 每逾期一天额外支付违约金 1万元 没错 好 说老高收到货之后 应该给我支付价款 100万 如果老高没有向我支付价款 100万 那么自他应当支付日期 每逾期一天 向我支付违约金 比如说1万块钱 等等 就典型的违约金了 或者干脆直接点 如果没有把房子交付给老高 办理登记 一次性支付老高 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 这都是常见的违约金的约定方式 按天际或者一次性的总价款的百分之多少 我们来看 违约金的金额 通常来说 约定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我们民法又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在里面 所以违约金这边和实际损失之间 往往可能会有个调整的过程 来看第一个 约定的违约金 低于造成损失的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可以根据当时的请求予以增加 各位就比如说 老高卖给我一个雨棚 好 这个雨棚总价格才1万元 约定 如果他这个雨棚不合格 那他应该支付为违约金 百分之二十 就是两千 但用这个不合格的雨棚有漏洞 造成我祸损有两万 那么如果指他给我两千的违约金 太低了 所以此时我作为首约方 有权请求法院仲裁机构 予以增加违约金 往下来看 约定违约金如果过分高于损失的 那么法院仲裁机构 可以根据当时的请求 适当欲业减少 各位就比如说吧 现在我和老高 约定了一个讲课的合同 那什么意思 我给老高讲筑块经济法 讲十天 老高给我十万块 十万块给他讲课 讲十天 约定 如果刘安琪给老高 在十天里没讲完筑块的经济法 或者我根本没去讲 我要给老高违约金五十万 我的天哪 这太过分了 我就是因为多讲了半天 他说你没讲完 你讲他慢了 给我五十万违约金 各位 此时就显著不公平吗 过分高于损失 你说老师 过分高于损失 这个过分的标准是多少呢 各位 如果损失额是可以计算的 如果违约金超过损失额的 一点三倍 就认为是过分高于 各位 比如说现在 首约方的损失是十万 首约方的损失十万 却约定违约金一笔是五十万 那如果此时鼓励违约方给首约方五十万 那此时对违约方这个代价太高 然后首约方这边获得额外利益也太高 那首约方就可能故意给对方制造麻烦 让对方违约 其实这也不是太符合常理的 所以各位 此时违约方有权相反应申请预以适当的减少 老师适当减少减了多少 适当减少各位 它的1.3倍是十三万 不一定非得减到十三万 不一定非得减到十三万 我们讲 予以适当减少 反而是有材料空间的 但不一定一定减到十三万 没错 这个十三万只是 我们说予以适当调整的一个标杆 一个比较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因为总归这个违约金和实际损失之间 是有个若即若离的感觉的 可以偏离 但不应该过分的 没错 违约金另外 往上调是应该调到和损失 差不多是等于损失 往下调未必调到损失 这是我们讲违约金的数额 我们来看 违约金和继续履行的关系 当时如果持延履行 来支付违约金的 违约方支付违约金以后 还应当继续履行 所以不是说你支付了违约金 剩下就不履行了 不是的 这是可以平行的 满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之后 守约方主张继续使用违约金条款的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 有解除合同也不是一解了之 那该支付违约金还要支付违约金的 有解除和违约金可以并行 继续履行和违约金也可以并行 好 各位重点来了 第四 定金罚则 在之前讲合同担保的时候 我们讲过定金 你还记得吗 定金罚则就是 给付定金一方违约的 对方就没收了 不返还 收出一方定金违约的 那么你当双倍的返还定金 定金的定是宝盖头的定 不是沿字边的定 好 往下 关键在于 定金和其他违约责任的并用 第一 定金和违约金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定金违约金是 不能并用的 如果两个都约定了 只能择其一而用 而不能并用 各位择其一而用 你用哪一个呢 你应该本着一个理性的判断 去做选择 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各位当时给大家出过类似的题 你还记得 我们再来算笔账 各位假设现在 买方向卖方支付定金 10万元 定金10万 买方付给卖方的 然后约定 如果违约啊 无论是谁违约 违约金都是15万 没错 违约金是15万 好 各位现在问题来了 卖方违约 你告诉我 这怎么做 对买方最有利 买方只是主张定金法则更有利 还是主张违约金更有利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现在买方主张定金法则 就要去双倍返还 如果总归是拿回10加10 总共20万来 为什么10加10 10本来就自己的给了对方 对方应该还回来 再加10 就是对对方的惩罚 总共拿回20万 额外多赚的只有10万 相反 如果现在买方主张违约金条款 那意味着要求卖方给违约金15万 大家注意到此没结束 现在既然卖方违约了 那此时那个定金啊 不主张双倍 但是你该把我给你的10万还给我 所以此时如果主张是违约金 那是违约金10万加返还15万 定金总共拿回25万 所以各位买更有利 显然此时你去选 违约金条款是更有利的 各位相反我们评论一下 如果定金是买方交给卖方10万 但约定违约金是5万 那你看选哪个更有利 如果是双倍返还定金是10加10 如果是违约金条款 那就是好 违约金只有5万不是15万 那显然这么做的话 就是用定金罚则 是不是更有利啊 所以定金违约金不能同时适用 哪个有利就选哪一个 好 来看定金和损害赔偿 那么说定金如果不足以弥补 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 有个定金这边金不高 那么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损失的 凡是可以并储的 但是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总额 是不应该超过因违约造成损失的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哦 有种情况定金和损害赔偿是可以同时用的 什么是同时 即定金这边小于实际损失的时候 就可以来用 那小于实际损失怎么用 就是首先法院会支持定金罚则 另外再加部分的实际损失 而且定金罚则加上部分实际损失 好 是不能超过它的 有个应该小于等于总体的损失 没错 也就是说用定金罚则和损害赔偿 它在并用的时候 就和直接要求损害赔偿是一样的 或者不应该优于实际的损失赔偿 这么讲几种违约则的并用 各位定金罚则这边和其他能否并用 是重中之重 好 我们来看 第三 违约的法定免则适由 因为前面我们提到 如果违约可能会有违约金 可能会有定金罚则有损害赔偿 但是有个免则是有不可抗力 如果因为不可抗力而违约的 是没有违约责任的 不可抗力是什么 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 不能克服的特观情况 好 各位什么呀 最典型的比如说地震 比如说火山爆发 比如说龙卷风 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 不能克服 包括战争这种也是属于的不可抗力 相反各位 如果能够预见 能够避免 能够克服 因为你自己的过错 而没有避免克服 那就不是不可抗力了 好 大家来看 当时一发 你不可抗力 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全部的免除责任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各位比如说 现在安琪老师要将牛 卖给高智仙老师 约定5月1号交付 但在4月1号牛被雷给批了 我们讲 你看 这不可抗力 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 根本就不可能再履约了 我们前面讲过 双方都有解除权 因为不可抗力 导致不能履行 双方都有解除权 那各位在解除之前 安琪老师已经不能交付 或逾期不能交付 那违约了呀 但是老高此时 不能主张 我承担违约责任 因为这不是我想这样的 不可抗力导致的嘛 好 往下 因不可抗力 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的 应该及时通知对方 牛被批了当天 就赶紧告诉对方 减轻对方可能造成的损失 比如对方正等着牛下锅 要做土豆炖牛腩呢 你赶紧告诉他 你另买牛肉吧 好 以免人家损失扩大 并且在合理性内提供证明 证明牛缺这天被批死的 不是你藏起来不想卖了 当时人 持烟履行之后 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免出其违约责任 各位比如说 约定5月1号 把牛交给高智千 结果我违约 5月1号没有交牛 在5月2号 这头牛被批死了 各位 此时你看 我违约在先 之后发生不可抗力 此时 我依然需要向老高承担违约责任 因为如果你在5月1号 顺利把牛交付了 就不会产生牛在你手中 灭失的后果了 此时并不免责 这么讲的不可抗力 好各位 到此 我们这一节就结束了 我们后面讲几种典型合同